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大家想到復健科就想到腰痠背痛 或者是膝蓋痛要打玻尿酸 確實這些肌肉骨骼的問題 都是復健科的手臂範圍 但復健科的領域非常非常的廣 絕對不是只會處理腰痠背痛而已 剛好史考特是復健專科醫師 今天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復健科在幹嘛 第一骨骼肌肉疾病 確實復健科門診的一大族群就是骨骼肌肉疾病 不管是背痛肩膀痛 還是不小心在健身房裡面扭傷了手腕 復健科都是你的好朋友 有人常常會問說 復健科或骨骼我應該看哪一顆 原則上如果是需要開刀的疾病 例如摔斷了腿需要開刀固定 或者是關節退化到無法用藥物跟復健來處理的程度 考慮要換人工關節 那麼就一定要看骨科 除此之外其實兩科的醫師都有能力處理你的問題 不過史考特私心的認為 如果是軟組織的問題 例如說肌肉、骨骼、韌帶、神經的疾病 復健科還是稍稍比較佔上風一點點 尤其是這幾年出來的復健科醫師 每一個都具備有軟組織超音波 以及神經積電圖的診斷能力 可以用超音波診斷傳統X光看不到的病灶 在注射上用超音波導引也更準確更安全 傳統上國內外運動醫學都是以骨科醫師居多 但是這幾年復健科醜入的人力資源越來越多 例如2016年的禮約奧運 台灣隊的醫療總召集人就是林英州醫師 他是一位復健科醫師 第二神經復健 中風、腦傷的病患 半生不遂、吞咽困難、沒辦法講話 脊髓損傷的病患、半生癱瘓 這些都需要長期的復健 復健科醫師在這邊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除了主導治療的大方向 處方、藥物控制慢性疾病 復健科醫師還會跟物理、職能、物理治療師合作 一起為病患的復健來努力 這幾年來科技進步的相當純素 機器人復健、精爐磁刺肌、神經肌肉電刺肌、虛擬實境等等 這些高科技開始在復健領域普及 這些新技術讓更多病人 從失能的困境中恢復 甚至我們看過一些病人 在腦部的刺激之後 手臂的力量也有戲劇性的進展 復原得非常好 這些新科技的研發跟引入 就是由復健科醫師所主導的 第三、心肺復健 五十年前 美國的艾森豪總統在任內心臟病發 為了穩定政局 美國政府一度封鎖消息 艾森豪的醫生給他的處方是戒菸 還有臥床休息六個禮拜 當時主流的理論是 心臟病是冠狀動脈阻塞 造成血液的供應不足 所以我們應該要讓病人儘量休息 才不會再次引發心臟缺血 但隨著時間進展 我們發現臥床其實是最糟的建議 在復健科醫師指導之下的運動 才能讓病人的心臟功能恢復 而且心臟病不會再次發作 所以當代醫療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依照現在的標準 心肌梗塞後 應該要盡快離開病房活動 在出院之後 病患還要接受一些心肺運動的測試 以及長期的心臟復健計畫 透過醫師的檢測 以及運動處方 我們大幅的降低了心臟病患的死亡率 以及再住院率 而這些後續的復健、照護 目前在台灣都是以復健科醫師為主角 第四,小兒復健 我們都希望孩子們健健康康、快快樂樂 但有時候不幸的事總是來得突然 懷孕、分娩時的意外 或者是一些基因染色體的異常 造成孩子腦性麻痺、腸試症、發展適緩 這些孩子如果不及早介入復健 未來可能會跟不上其他小朋友的腳步 在學業、生活、工作技能上都產生問題 造成一輩子的遺憾 研究發現 越早以復健刺激這些孩子的腦部發展 越能降低往後的殘障 也能讓這些孩子擁有生活治理 甚至工作的能力 降低社會所需負擔的成本 小兒復健早期療癒在台灣 就是復健科在做的事情 以上四個領域 其實還只是復健科的一部分 例如癌症復健、燒燙傷復健 抑制輔具科技、老人醫學、長期照護等等 也都是復健科醫師的專長所在 要一句話解釋完這個復健科 實在是太困難了 但我認為以下這句話 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大方向 醫學能夠延長人的生命 而復健醫學能夠增進生命的品質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